第243章 四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反正水晶血龙参是没有了 别的你要不要 司晨从储物浑倒其中 取出一朵莲金大花 一股淡淡的幽香顿时释放而出 沁人心脾的香气 弥漫在整个一时厅的每一处角落之中 那是一朵淡粉色的大花 无叶 金长三尺 花朵极大 直径足有一尺 每一片花瓣看上去 都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 自从司晨将它取出后 杨无敌的目光就没有 从那朵花上移开过 殿下 您 您真的肯将它送给我 杨无敌的声音给人的感觉 是在颤抖 那种因为兴奋和喜悦而产生的颤抖 带着你的人来七宝琉璃宗打工 不止这些 还有其他万年级别的仙草 可以让你研究 还有这种好事 杨无敌小心翼翼地接过 司晨手中的幽香起落仙品 痛快地说道 好 以后老夫就跟着殿下干了 接着 他凑近幽香起落仙 用力地嗅了一下 整个人犹如疯癫了一般 突然手舞足蹈起来 哈哈哈哈 我找了他一辈子 没想到会这样得到 幽香起落仙品啊 有了你 今后还有什么 我不敢制造的毒药呢 再也不会有悲剧出现了 哈哈 太好了 白鹤郁闷了 忍不住道 这东西难道比我那株人参 还有价值 杨无敌哈哈一笑 他脸上再也看不出 一丝阴沉古板 这是不能比的 论珍贵 或许你那株水晶血龙参 更珍贵一些 可是 对于我来说 这中幽香起落仙品 才更加重要有了它 我在炼制任何药物的时候 都不用惧怕 自身受到药物沾染而中毒 以前很多我不敢尝试炼制的药物 都可以开始炼制 而且它的香味 还能令不少药物产生一变 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对于我们破之一族来说 这东西就是无价之宝 让我用命来换我都肯 那就这么说定了 杨前辈 你可以跟泰坦前辈 他们一起住在天斗城 等你们破之一族 到了天斗城 我再将一位老朋友 介绍给你 私塵对此行的结果很满意 既加快了自己身上的 金龙王神和力量的吸收速度 又为七宝琉璃宗 拉拢了不少能人意识 还完成了比比东的嘱托 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杨无敌如痴如醉地 看着手中的幽香 起落仙品 好 好 明天一早我就回去 然后就带着族人 去拜见你们 七宝琉璃宗的宁宗主哈哈 幽香起落仙品 牛高无奈地说道 完了 老山羊让这么朵花 给弄封了殿下 真有你的 私塵笑了笑 转向白鹤 白鹤前辈 你怎么说 白鹤如是重负地答道 既然其他三族都加入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今后还请殿下 多多关照了 牛高笑道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一早 我们一起行动老星星 我直接带着族人 跟你们回去 老山羊 老白鸟 你们回去收拾收拾 也带着族人 赶快过来这次 我们单属四宗族 终于又能拧成一股绳了 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我现在就下令 让孩子们开始收拾东西 早点启程 让护颜震大老X蛋 想报复我们 都找不到对象 搞定单属性四宗族之后 私塵马上修输一封 跟白鸿 借了一名族人 让他帮忙 把自己的亲笔信 送到宁峰之手上 牛高做事 速来雷厉风行 经过一晚的整顿收拾 第二天 又用了一上午的时间 欲知一族 就已经做好了 千禧的准备 一大早 白鸿和阳无敌 就已经分别离开了 此时正是 大陆魂世界 最混乱的一段时间 既然已经决定了 要加入七宝琉璃宗 他们也准备 用最快时间 到天窦城会合 回城要比来的时候 漫了许多 足足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众人才回到了天窦城 安排好各自的族人之后 泰坦和牛高 便跟着司城 去七宝琉璃宗 拜见宁峰制 到了七宝琉璃宗 牛高也没闲着 充分发挥了 欲知一族的建筑才能 欲知一族 除了在七宝琉璃宗 原有建筑的基础上 进行加固之外 还加入了 众多可以发射暗器的地方 比如墙壁上一些 可以拆卸的砖 随时可以随手 拆下来使用的基础类暗器 过了一段时间 杨无敌也带领着 破之一族来到了天窦城 司城将他引荐给宁峰制之后 又把他介绍给了毒孤博 从杨无敌能够辨别出 优香起落先品这种先品药草 司城就知道 在药物的理论上 杨无敌比毒孤博更强 虽然以毒作为封号 但毒孤博的毒 大多源于自身的武魂 而不像杨无敌本身 对药物有所研究 毒孤博和杨无敌以前并未见过 刚开始的时候 毒孤博对杨无敌还有些轻视 可经过一番讨论 杨无敌连续提出几个问题 都切中要害 这才令他不敢小看 这位破之一族的族长 杨无敌一生中 除了修炼就是研究药物 对毒斗罗自然也是久仰大名 两人很快就相谈甚欢 单属性四宗族 全都在天斗城安家落户之后 司城回了一趟武魂城 他时刻关注着千刃雪的考核 至于比比东那边 他只是派人传话过去 告诉比比东一切顺利 可以开始着手 重选七大宗门了 也许天使神考的第六考 对千刃雪而言还太过艰难 一年时间过去了 他仍然在被动挨打 司城叹了口气 千道流虽然疼爱孙女 但却并没有在考核中 放水他抬起手 蓝金色光芒迅速蔓延到 千刃雪的伤口处 紧接着在那蓝金色光芒的刺激下 他能够清晰看到 千刃雪伤口处的肌肉 在不断的蠕动中飞速生长 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快速愈合着 短短几秒钟 千刃雪胸口处的伤口 竟然已经完全愈合了 就连皮肤下的骨骼也渐渐隆起 除了衣服上的破洞 无法弥补之外 仿佛之前那天使圣剑 并未从他胸前穿过似的 姐姐 现在挨打是为了以后不挨打 思辰安慰着一脸沮丧的千刃雪 这段时间 他任劳任怨地担任起了奶妈的角色 负责给千刃雪进行回血治疗 好痛 要吃晨晨亲手做的营养餐才能好 千刃雪躺在思辰怀里不肯起来 以求延缓下一顿毒打的到来 思辰刚要应允 千刀刘就把千刃雪 从他怀里拉了起来 小雪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 我有事要跟晨晨说 是关于他的审考的事 事关重大 千刃雪也清楚 现在不是撒娇的时候 便乖乖退下了 爷爷 有什么事是姐姐不能听的 思辰望着一脸凝重的千道流 老爷子该不会是想脱孤吧 晨晨 以你现在的实力和境界 应该能感受到 我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神机层次 只是因为我的使命 才令我永远也无法真正地走入那个世界 话虽如此 但千刀流眼中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甘心 不过 虽然我做不到 但你和你姐姐注定是要踏入那个世界 成为神奇的人 作为小雪的引路人 为了神奇传承而献祭 这是天使神赋予我的使命 我必须要去完成和你接受的神考不同 天使神考只有用我的身体位影 以我的能量作为沟通的桥梁 才能将真正的神力引导到小雪身上 帮助他完成天使神的传承 一定非要献祭吗 就没有别的办法 司臣肉眼可见的慌了 感情真是来脱孤的啊 爷爷 等我两年 最多两年 我就能完成第八考 突破百级 传承修罗神位到那个时候 您只需作为一个引导者 能量由我来提供 这样或许能避免您献祭的结局 不可 新生的神奇总归根基不稳 你以后到了神界 也许还会遇到其他敌人 切不可为了我这老头子 自损根基 千道流拒绝了 如果修罗的力量不够 那加上金龙王的力量呢 司臣将自己在杀戮之都 获得金龙王神河的使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千道流 晨晨 你的意思是 你将来会有两个神位吗 千道流惊喜交加 不 无神并不想让我继承两个神位 司臣摇了摇头 他说过 上至神王 下至神官 实力都是有上限的 一旦踏入神界 除非将来找到传承者 才能脱离神界 去成就更高的境界 原来成神之后 想要突破 竟是如此困难吗 千道流只觉得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不可思议 无神的意思 是让我吸收金龙王的力量 最后在接受传承的时候 用金龙王的神力 让修罗神位的力量 更上一层楼 成为凌驾于 所有神奇之上的神王 在吸收金龙王神河的过程中 司臣逐渐明白了 修罗的用意 他想让金龙王的神河 与主管秩序的修罗之种 融合在一起 只要融合成功 将来他登临神界之后 那些老牌的神奇 也不敢再为难他 若是你能成功 我便同意 让你事实千道流 对司臣的机遇惊叹不已 虽然他并没有所谓的 修罗神大祭司 给他指引道路 但修罗就是他最好的引路人 此乃真正的神卷者 不过有件事 我还是要告诉你 关于小雪和比比东之间的事 虽然对司臣很有信心 但千道流仍然坚持 要做两手准备 司臣默默地叹了口气 该来的总会来的 比比东之所以对小雪不好 在小雪小时候 甚至要抛弃他 并不是他的错不过 也正是因为有了小雪的存在 我才没有 S他小雪的父亲 并不是死在唐浩手上 当初唐浩 只不过是将他重创而已 真正烈死他父亲的 是他的母亲比比东 爷爷 我接下来要说一件事 您千万别害怕 司臣斟着用词 不知道该怎么说 才能让千道流不那么震惊 你说吧 爷爷可是极限斗落 不会害怕的千道流定了定神 按理来说 司臣知道这件事以后 应该会很震惊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表现出一脸纠结的样子 这件事 姐姐早就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的 千道流瞳孔地震 不对 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猜的 在上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举办期间 司臣如实打倒 千道流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天使神在上 这对母女怎么还没打起来 而且千任雪从始至终都没问过他为什么比比东要S的千寻集 看来他还是低估了亲孙女的智商和心理素质 沉默良久 千道流长叹一生 既然如此 等将来小雪成为天使之神后 如何面对比比东 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了 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 如果说 除了你和小雪 在斗罗大陆上还有一个人有成神的可能 那就是比比东不过 他的本心已经被邪恶所吞噬 一旦突破成功 他成就的罗沙神 正是你们的对立面 但小雪是他的女儿 在他内心深处 始终是爱着小雪的五魂帝国的掌控权 你们必须夺回来 如何对待比比东 就让小雪自己决定吧 爷爷建议你们不要为难他 你们和他如果能够联手 那么 扫平大陆将会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您说的对 如何对待教皇 是由姐姐来决定的 我永远站在姐姐这边 五魂殿的掌权者永远是六一天使 一脉思辰 汗手低眉 不过 有成神资质的并非只有教皇一人 但您不必担心 他们都是我们的同伴 有你这句话 爷爷就放心了千道流拍了拍思辰的肩膀 你先走吧 完成神位的传承之后再回来 小雪那里我会去跟她说 她现在想通过第六考 还得再继续努力 至少两年内她是无法进行第九考的 我们都会在这里 等你七大宗门重选这种琐事 你就不必管了 早日突破百集 才是要紧事 思辰领命而去 看来这七大宗门重选的盛会 她是没法出场了 只能劳烦自家老师和古豆罗多出一些力了 而她也该回海神岛一趟 帮助自家的小朋友们继续完成接下来的考核了 第244章五魂帝国 思辰离开后不久 五魂殿就主持召开了七大宗门重选大会 新七大宗门产生 毫无悬念的七宝琉璃宗和蓝殿霸王宗 分别夺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而其他五个宗门都是五魂殿最忠实的附庸 如今两大帝国之中 根本就找不出能与其抗衡的 这样一来 当七大宗门重选结束后 五魂殿声望顿时达到了顶点 接下来 除了七宝琉璃宗和蓝殿霸王宗 其他五个宗门同时上书 表示天下魂师共尊五魂殿 请求五魂殿更好地统一魂师这个团体 三个月后 五魂殿宣布立国 更名为五魂帝国 原两大帝国境内的所有五魂殿全部关闭 魂师全部撤回 而五魂帝国的范围 就是以原本两大帝国的 所有王国和公国为基础形成的 横梗在两大帝国之间 将两大帝国的联系完全切断 在十余个王国 公国的组合下 五魂帝国的总面积 丝毫不逊色于两大帝国中的任何一个 从地理位置来看 五魂帝国的地势明显极为不利 北有天斗帝国 南有兴罗帝国 可是 自从五魂殿改为五魂帝国之后 反而是同时向两个方向扩张 几年时间 已经占据了两大帝国各自两个形成的面积 而且是在三方军队并没有大规模交战的情况下 从整体实力来看 五魂帝国是由十多个小国家拼凑而成 总兵力自然远不能和两大帝国相比 而且指挥起来也无法完全统一不过 天斗帝国已经是五魂帝国的囊中之物了 但为了不引起新罗帝国的怀疑 五魂帝国朝两大帝国扩张的速度都控制得差不多 而且五魂帝国掌握的魂师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魂师在战争中能够产生的破坏力远非军队可比 一支由千人组成的魂师队伍 足以与数万大军抗衡 同时 五魂帝国发布命令 召集全大陆魂师加入 如不加入 一律是为异端加上新晋七大宗门的影响力 五魂殿几乎掌握了大陆上超过70%的魂师力量 而且强者如云封号斗罗就有几十位 逼迫的新罗帝国只能积蓄力量 不敢轻易硬碰 否则一旦兵败如山倒 就更没有机会了 五魂殿教皇比比东 为五魂帝国第一代帝皇 以一件女子之身统一帝国在向外的短暂扩张之后 她开始整合帝国 排除异己 训练军队五魂殿多年所积蓄的财力 成为了帝国展的监视后盾 在她的带领下 五魂帝国很快成为与天斗 新罗两大帝国三足鼎立的强大帝国 而且在实力上足以超过任何一个帝国 帝国两边边境驻守军队中 有超过两万名魂师 并且由掌老殿的封号斗罗亲自率领 暂时的不扩张并不代表五魂帝国就此满足 一旦比比东将手下这些王国 公国的实力完全掌握整合之后 大战将不可避免 从根本上来说 五魂帝国能够在立国后就处于优势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五魂殿的原班人马 多达数万的魂师 原本能与之勉强抗衡的前上三宗三大宗门 好天宗退役 蓝殿霸王龙家族和七宝流离宗 已经是五魂殿的隐形盟友 其他势力根本没有可以正面抗衡的力量 越强大的魂师 在战争中就越可怕 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足以顶上千军万马 当然 新罗帝国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皇室还拥有幽名白虎这一五魂融合计 手中更是掌握了大量的精锐军队 如果以此相拼 五魂帝国也必定会损失惨重 这也是为什么比比东没有急于扩张的原因 他要先稳定内部 在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 才会发动战争 比比东强势地选择了立国 固然有些操之过急 但也让五魂殿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军队 和庞大的领土范围多年以来 五魂殿一直是魂师眼中的圣地 真正能够拒绝五魂殿招揽 留在两大帝国的魂师绝不会很多 而且五魂帝国强者众多 但是暗中袭杀兴罗帝国高层 恐怕两大帝国也很难承受 不过这些事都暂时和远渡重阳的私承无关了 海神岛 怒浪绝境 当所有人都完成了第三考核 站在山顶礁石上的时候 大家都有种恍如隔世般的感觉 其中感受最深的 无疑是承受了最多痛苦的宁荣龙和奥斯卡 宁荣龙和朱竹青都明显受了一圈 原本白皙的肌肤变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而宁荣龙的变化更加明显 他身上在无一丝以往那种辅助系魂师的感觉 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战魂师 奥斯卡的情况比他们也好不了多少 皮肤被晒黑了 头发和胡子都是乱蓬蓬的 看上去就像个野人 但他的目光却比以前锐利了许多 而这一年的时间虽然另种人痛不欲生 可他们得到的好处也无疑是巨大的尽管如此 要是再让他们来一次 恐怕谁也不会愿意 哪怕是在几十年后 每当他们想起这潮汐炼体的经历 还是不禁要为之站立 伴随着宁荣龙额头处喷发的光目破碎 第三考潮汐炼体终于结束了 不行了 我们真的要休息一下才行 奥斯卡扑通一下坐在地上 此时他的身体倒不是十分疲倦 但心神却已经到了极限 不只是他 宁荣龙和朱竹青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三个人毫无形象地倒在地上 甚至连第四考是什么都没心思去看 从来到海神岛第二天开始 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虽然这两年中 他们每个人的实力都有了值得飞跃 可这两年以来 他们却也承受了飞人的痛苦 短短两年中承受的一切 甚至要比他们过去十多年承受的多要多 可以 给你们放个长假 听到这个声音 宁荣龙等人马上一个礼遇打挺 从地上爬了起来整整一年时间 他们都是海神斗炉波赛西在看护下修炼的 如今见到思辰回来 自然很兴奋 你来到波赛西望着思辰 脸上流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每一次见到你 你的实力都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我不知道在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你的境界已经上升到了比我更高的层次 前辈真是慧眼如炬 思辰汗手微笑 宁荣龙等人不明所以地望着他和波赛西眼神交流 因为思辰听到的声音并非从波赛西口中说出 而是直接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所以宁荣龙等人并没有听到波赛西说的话 那是精神力的交流 这是精神交流 只需要将精神集中 就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念头 当然 这种精神交流只会存在于 与我和你姐姐这种拥有同等精神力的特殊魂师中 如果不想自己的念头被探知的话 可以用精神力封锁自己的大脑 这样谁也无法再探查到自己的想法了 见宁荣龙疑惑不解 波赛西和蔼地为他解释 他对自己的继承者总是很有耐心 好了 既然你回来了 那这些小家伙就交给你了 我也该回海神殿了 说完 波赛西飘身而起 画卫一朵红云 眨眼间消失不见 波赛西离开后 思辰带着宁荣龙等人返回了海马城 看着宁荣龙他们疲倦的神色 思辰终于大发慈悲了一次 这次就多休息一段时间吧 大家确实太疲倦了 如果你们的第四考内容 和我当初经历的一样 那么你们就再不会像前三考那样痛苦了 此言一出 顿时勾起了众人的兴趣 朱竹青一脸好奇 姐姐的第四考是什么 等我看一下我的 杀精之战 协助魔魂大白杀裙 至少斩杀石头以上的邪魔虎精 奥斯卡举手道 我也是石头 我也是朱竹青附和道 宁荣龙的神色有些怪异 我的考核和你们有区别 不是杀邪魔虎精 是保证小白 不会被邪魔虎精王爷死 哦 问题不大 思辰胸有成竹 三人面面相去 奥斯卡笑了 这么看来 按照一年完成一个任务来看 我们就算休息个大半年的时间 也没问题了 有些事想想就好 我不会让你们大半年 都闲着的思辰 毫不留情地 打破了奥斯卡的幻想 宁荣龙等人听完 当场表演了一个笑容消失术 对于宁荣龙他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 虽然没有见过邪魔虎精 是什么样子 但想来也不会比魔魂大白杀 强得太多 应该都是顶级的海魂兽存在 至少从考核的表面来看 这第四考 确实不像前三考那么困难 更何况 还有司辰给他们兜底 当他们回到海马城的时候 海马斗罗并不在 但留守的紫衣海魂师 仍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这一次 宁荣龙 朱竹青和奥斯卡 可以说进行了彻底的修整 令他们感到有些惊讶的是 这次未期三个月的修整中 他们自身修为的提升速度 竟然并不慢 似乎是因为始终紧绷的 精神和身体得以放松 才突破得这么快 奥斯卡如今已经是 75级的食物系气魂胜了 食物系武魂毕竟难以修炼 一年多能提升三级 虽然有两级是来自于奖励 但奥斯卡还是很满足了 宁荣龙也顺利突破到了76级 而朱竹青的魂力则达到了77级 是三个人当中最高的 经过三个月的修整 宁荣龙等人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没有了来自外界的压力 他们明白 就算在苦修半年 魂力恐怕也很难在有等级上的提升了 既然如此 不如提前去完成任务 他们出来的时间已经不短 后面的考核还不知道要面对怎样的难度 经过商量后 他们决定和司辰一起去寻找小白 尽快完成第四考杀精之战 海神岛虽大 但以众人的实力 很快就来到了环形海外围 踏上那柔软的银滩 宁荣龙等人不禁都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三年多前 当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海神岛时 谁又能想到 仅仅是两年多的时间 他们就都从六十多级的实力提升到了目前平均七十五级 真正成为魂师高手的程度呢 这时 前方传来一阵争执的声音 思辰放眼望去 只见两名女子正在争吵 眼看就要开始动手了 他们旁边还站着一名黑袍男子 正看得津津有味 那不是小白吗 他怎么和别人吵起来了 宁荣龙有些疑惑 小白好歹也是互捣胜兽 怎么会有人跟他吵起来呢 和小白吵架的 好像是兰霸学院的前任院长 他怎么也来海神岛了 奥斯卡思索片刻 恍然大悟 该不会是一路追杀唐三过来的吧 按理来说 小白不该拦着他呀 蒂天 你好歹是兽神 你居然堕落到 连两个女人吵架都要旁观 而思辰的关注点 则在于吃瓜的惊艳黑龙王身上 蒂天很难忽视 思辰如今对自己血脉上的压制 但他仍然不忘为自己的吃瓜行为辩解 你懂什么 本作看着鲨鱼嘴奔得不行 万一他吵出了 那也太丢浑兽的脸了 笑死 天塌下来 有你的嘴顶着思辰毫不客气地揭穿了他 接着 思辰转向小白 你来说 怎么回事 小白气鼓鼓地转过头来 但他刚接触到思辰的目光 就有一种要臣服的感觉 那并不是像对海神那样的信仰上的臣服 而是血脉上的压制 令他忍不住产生出一种想要臣服的冲动 思辰并没有收敛身上散发出的金龙王气息 以至于先前已经手脚发软的刘二龙 现在因为血脉压制 直接贪软在地 连地天这个排名第一的凶兽 和身为十万年浑收的小白 都被金龙王的气息影响到了 更别说柳二龙只是一个拥有变异火龙武魂的魂斗罗 你看他的额头 他只获得了紫棘考核 要知道只有获得黑棘考核的人 才能踏入境地 我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小白现在面对思辰 可是半点脾气都没有了 打卡到底有什么用 第245章做我的狗 只是紫棘考核 思辰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原本还想指望柳二龙 能给唐三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伤害 结果他连禁地都进不去 算了 先别管他了 我们有事找你 小白一脸警惕 找我干什么 奥斯卡忍不住开口道 小白 你不会是明知顾问吧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第四考和你有关 听到第四考这三个字 小白的眼神明显变得凝重了几分 反问道 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您容容笑嘻嘻地说道 小白 你也知道我们通过考核的时间 只有一年就算继续修炼 自身实力也很难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内 再做出什么大的突破 所以我们打算早一点完成这个任务 况且不是有姐姐大人在吗 杀几头邪魔虎精还不是轻而易举 小白秀眉微皱 在阳光的照耀下 他身上反射出一层灰蓝色的光芒 邪魔虎精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都是大海中极其凶残的家伙 除了深海魔精王能够对他们产生一定震慑之外 在大海之中这些X弹一向是横行无际的 那这邪魔虎精究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 想来你口中的这些X弹和你们魔魂大白杀一族关系也不会太好吧 奥斯卡一脸好奇 毕竟有丝尘罩着 即使要面对的是邪魔虎精王 他也不会感到害怕 小白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弟弟就是死在邪魔虎精王口中的 如果有能力 我早就将那玷污了大海的家伙 彻底毁灭在我们海魂兽中 也是分等级的 整体来说 我们魔魂大白杀与深海魔精 邪魔虎精 都属于海洋中食物链最顶级的存在 但实际上我们三者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差距 深海魔精无疑是最为强大的 但这个族群数量却极少 而且都是单独生活 而且深海魔精十分懒惰 一般只会在水下张开他们那傻瓜似的大嘴 等着食物送上门 而除了深海魔精以外 最强悍的就要属邪魔虎精了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那些玷污了海洋的家伙 确实比我们还要强大一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白只觉得面前蓝光一闪 下一刻他就被撞进了环形海中 丝尘身上的魂环突然释放而出 第八魂环亮起 一头长达两百米的魔精虚影 浮现在环形海上空 深海魔精王作为丝尘的第八魂环 受到金龙王血脉的影响 如今模样已经与以往大卫不同 他通体呈现为蓝宝石般的色彩 身上许多部位已经逐渐融化 长出了棱角分明的鳞片 头部也多了两根丰锐的棱角 你再骂 深海魔精王俯冲进环形海中 把小白摁在海里暴打 小白这话相当于把他一家三口都骂了一遍 凌融融见状 立刻召唤出九宝琉璃塔 一道道彩色光芒没入环形海 落在小白身上 他的第四考金沙之战的要求 是保证小白能够存活下来 嗯 深海魔精怎么不算金呢 刚刚我说到哪了 被深海魔精王揍得鼻青脸肿的小白 翻着肚皮浮在海面上 哦 对了 几乎每过几十年或者数百年 我们魔魂大白沙和邪魔虎精族群 就会发起一场圣战 看着小白明显对邪魔虎精有所忌惮 朱竹青忍不住问道 你们输了 小白不甘心地拍了拍尾吧 每一次我们都是处于劣势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不敢靠近海参岛 怕引发海参大人的怒火 恐怕我们这个族群早就不存在了 好菜哦 司成评价道 小白吐了一串泡泡 并不想理他 奥斯卡赶忙出来打圆场 既然我们要面对他们 小白 你说说邪魔虎精的详细情况吧 虽然司成答应为他们压阵 但只要没有出现危险 他是不会出手的 所以奥斯卡他们 还是需要从小白那里获取情报 小白在海里翻了个身 心想还是奥斯卡给面子 成年的邪魔虎精 身长在20到25米 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 尖利的牙齿 以及强大的各种技能 一只邪魔虎精 足以与我们两只成年的族人 打成平手 这些凶残的家伙 从来不会留下活口 只要占据了上风 就必定要撕碎对手 才行邪魔虎精 族群的总数量 大约也在300头左右 成年的大约有200头的样子 和我们差不多 对于我们来说 唯一值得庆幸的恐怕就是 他们的生育能力不如我 慢了 否则的话 他们的数量会更加恐怖 如果是由邪魔虎精王带领的话 他们这个族群 已经拥有挑战 深海魔精王的资格了 当然 那也可能会让他们彻底灭族 因此 他们才始终不敢真的 进入深海魔精王的领地 见深海魔精王的尾巴 又要砸下来 小白赶忙补充道 荣荣的第四考内容 是保证你不死 要不这第四考 你就别出手了 在一旁看着我们打就行了 司辰觉得 现在还不是 S死邪魔虎精王的最好时机 而且宁荣荣他们的 第四考内容 都没有提到 要S死邪魔虎精王 小白愣了一下 惊讶地看向宁荣荣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原来海神大人 并没有放弃他的奴仆 你这杀逼 司辰颇有些 恨铁不成钢地瞪着小白 看你除了脑子不太灵光 其他方面也都还行 我以后最低也是个神王 做海神的狗 还不如做我的girl 呸 谁要做你的狗 小白很人性化地翻了的白眼 毕竟他听不懂 司辰的双关语 我 朱竹青一脸坚定 虽然他也没听懂 但他这条命 可以说是司辰给的 所以当狗什么的 完全无所谓 朱青 你是猫 猫不能这么自甘堕落 猫应该平等地看不起任何人 当然了 除我以外 司辰语重心长地教育起自家的小猫咪 好的 朱竹青向来对司辰唯命是从 不行 我要去 我弟弟就是死在邪魔虎金王口中的 我要为他报仇 反正 蓉蓉必须保证我不死 我就不信这样 还赢不了小白耍起了无赖 奥斯卡凑到小白身边 他可不想看到宁蓉蓉 因为小白作死而考核失败 你跟我们走了 那唐三岂不是有机会通过第二考 你甘心让这种人 有机会成为下一任海神吗 哼 就算没有我 他也对付不了其他海魂兽啊 小白不屑地说道 啊 奥斯卡顿势与色 向司辰头去求助的目光 报仇的是以后再说 你看看他们三个 魂力等级最高的竹青也才77级 要是直接夜色邪魔虎金王 那岂不是浪费了一个十万年魂环 你想送死我管不着 但你要是敢让蓉蓉的第四考失败 我就把你的族人全都拿去 为帝天见小白仍不放弃 司辰直接下了通点 小白瞬间闭上了嘴 自从上一次和邪魔虎金族群 打过一场之后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 魔魂大白鲨族群 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族中还有上百头未成年的魔魂大白鲨 他可不敢拿全族的性命开玩笑 可惜了帝天有些惋惜地盯着小白的骑吃 鱼吃这种东西 哪怕是清炖也很好吃 还有清蒸鲨鱼 烤鱼块 鲨鱼羹 红烧鲨鱼等一系列 让他忍不住咽口水的菜 算了 我们还是准备吃虎金吧 我还是觉得鲨鱼比较好吃 帝天对此很有发言权 嗯 我也觉得司辰若有所思地盯着小白 吓得小白尾巴一甩 一溜烟地钻进了海水深处 但小白没跑多远 又被帝天揪着尾巴拖回来了 你跑什么 回来带路 哦小白不情不愿地 被帝天一路拖到海边 然后扔进了海里 他张口发出一声奇异的嗡鸣 刚开始的时候嗡鸣声很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声音逐渐变得宏大起来 甚至压过了海上波涛的声音 海神岛前方的海水沸腾了 一条条角尖的白色身影 开始在海面上露出 它它们的三角背棋 排列成整齐的阵型 足有200只魔魂大白鲨 列队的情景极为壮观 这些魔魂大白鲨的体长 都超过15米 每一条魔魂大白鲨身上 都释放着强悍的能量 波动在海水的眼影下 它们就像是一支军队一般 嘴上说着不怕死 结果全族都叫上了看样子 你很怕那个邪魔虎金王啊 你不是一向高傲的很吗 同样是十万年魂兽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奥斯卡小声地吐槽小白 你胡说 谁会怕那个X蛋 小白怒吼一声 一巴掌把奥斯卡拍飞到一边 怒声道 出发说着 它腾身而起 扑入大海之中化为本体 奥斯卡在地上打了个滚 就站了起来 它惊奇地发现 小白那一掌虽然没用什么力 但原本应该出现的疼痛 却并没有存在 自己的骨骼 肌肉在那一掌拍上身体的时候 自行产生了泄力效果 看上去狼狈 可实际上连疼都不疼 看来潮汐练体还是好处挺多的 至少挨打不怎么疼了 明蓉蓉等人同时疼身而起 在小白的指示下 分别落在了三头 格外巨大的魔魂大白沙背上 小白一杀当先 猛地窜了出去 两百多头魔魂大白沙紧随其后 带着他们直奔深邃的大海而去 我就不去了 第一天能不当做骑就不当 他可没有小白那种 莫名其妙的荣誉感 随便你私沉也没为难他 独自振持而去 魔魂大白沙的后背十分光滑 奥斯卡和宁蓉蓉虽然略显狼狈 但凭借着魂圣级别的身体 控制能力以及增强后的体魄 虽然不能像猪竹青那样 稳稳地站在杀手 但骑在魔魂大白沙背上 抓住背骑还是能够稳定住自己身体的 在真正的大海之中 宁蓉蓉他们才真正体会 到了魔魂大白沙海中霸主的一面 乘风破浪 前进速度之快 绝不是任何船只 所能相比的呼啸而过的海风 宛如刀子一般切割着他们的身体 周围的海水化为蓝色光运 不断从身体两侧掠过 那种感觉可以说是极为刺激 又极为惊险的 这才是魔魂大白沙真正的实力体现 在环形海中 小白因为海水面积太小 一直都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不过 眼前的发现也更令宁蓉蓉等人警惕起来 如此强大的魔魂大白沙 也会对他们此行的目标 邪魔虎精有所惧怕 可见他们这第四考的难度了 司成很快就追上了小白 与他齐头并进 小白 先说好 小傲和竹青的第四考完成的时候 我就会带着他们和荣荣撤退他们击杀 邪魔虎精的时候 我会用领域为你们进行增幅 能杀多少邪魔虎精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邪魔虎精王你就暂时别想了 除非他们三个有人突破八十级 我才会考虑猎杀邪魔虎精王 知道了小白有气无力地打倒 海神岛距离邪魔虎精族群的聚集地 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以魔魂大白沙这种奇快无比的赶路方式 也不过是两个小时的功夫而已 在思辰的要求下 小白指挥着自己的族人 在距离目的地 还有五十里的地方停下来休长 上次被你和地天猎杀之后 他们一直往海洋深处逃跑 我们费了好大劲 才找到他们的踪迹呢 小白邀功式地说道 做得好 思辰随口敷衍了一句 他正在通过自己的精神力 去探测锁定邪魔虎精群的位置 并将他们的位置共享给宁荣荣他们 通过思辰的精神力共享 宁荣荣等人第一次看到了 邪魔虎精的样子 他们的体型普遍比魔魂大白沙 要大了近一倍 身体极为粗壮 没有魔魂大白沙那种流线型的美感 但整体看上去 却充满了力量通体灰黑色 头部特别巨大 偶尔张嘴时 露出如同刀剑般恐怖的巨大牙齿 暗红色的双眼 充满了凶悍的气息 在这片海域之中 除了这邪魔虎精之外 竟然没有任何游动着的海洋生物 可见他们是何等霸道了 第246章和你报了 继续前进把查明情况后 思辰对小白下达了指令 魔魂大白沙门速度全开 宛如白色的水剑一般 直追前方的邪魔虎精群 当他们接近到邪魔虎精群 实力范围内时 邪魔虎精王也终于发现了 身后的状况 精神探测发出 正好遇到小白爆发出的精神波动 两者碰撞在一起 邪魔虎精王立刻带着自己的族人 气势汹汹地迎了上来 一股水剑从邪魔虎精王背后喷出 浑厚而沙哑的声音响起 不自量力的小鱼 你们是来送死的吗 小白双眼顿时变得通红 咆哮一声 若不是思辰愣着他 他就要带着自己的族人 就冲上去和邪魔虎精王拼命了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只能看着其他魔魂大白沙往前冲 自己在后面指挥作战 我的族人就拜托你了 小白最终还是心不甘 情不愿地留在了原地 种族之战一向都是不死不休的 就像魔魂大白沙 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一样 邪魔虎精也一直希望找到机会 把这些能够威胁到 自己霸主地位的海魂兽消灭 海洋中的两大霸主族群 狠狠地撞在一起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魔魂大白沙被邪魔虎精 欺压了不知道多少年 此时完全爆发出了 120%的战斗力 双方一碰面 整个海域顿时被鲜血染红 丝尘震池升入半空之中 冰冷的气息在空中爆发 一圈血色的光运 它的身体为中心 骤然散发开来 原本就充满了血色的世界 顿时被一股无形的冰冷和恐惧所笼罩 尸山血海的景象 在每一个生物脑海中闪过 但不同的是 魔魂大白沙这一方 感觉到的是自身杀气无限提升 全身都充满了疯狂的战意 而另一边 邪魔虎金群骤然被S路领域所笼罩 战意顿时大幅度减退 更加无法发挥出实力 被魔魂大白沙群攻击的节节后退 他们自身的属性 也在这杀戮领域中不断被持续削弱 每合对手碰撞一次 似乎自身的胆气就会消失几分 杀戮领域削弱的并不是对手的魂力 而是对手的精神力一直不坚定 或者实力较弱的人 一旦被这领域笼罩 立刻就会因为吓破打而变得疯狂 而且领域的持续效果会不断产生削弱作用 哪怕对手的心智极为坚定 也会不断受到影响 反之 魔魂大白沙在杀戮领域的增幅下 会感觉自己就像是修罗杀神一般 速度 攻击力以及战斗意志都会不断地生此消彼长之下 受到削弱的邪魔虎金群渐渐地抵挡不住了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邪魔虎金被魔魂大白沙撕碎 奥斯卡和朱竹青自然也不会闲着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朱竹青直接用出了武魂真身 一时间 幽名灵猫所过之处血肉横飞 很多邪魔虎金甚至还没有发出什么技能 就被那锋锐的猫爪穿透了头部 脑浆泵立而死 而奥斯卡不像朱竹青那样正面与敌人碰撞 而是专门简落 一看到那只邪魔虎金重伤将死 立刻就冲上去了结其性命 这样虽然猥琐了点 但他的任务数字倒也不落后 在丝尘释放的杀戮领域的帮助下 魔魂大白沙族群一时间所向披靡 邪魔虎金的伤亡数字不断上升 鲜血飞溅 庞大的能量波动不断从海面上爆发开来 小白游离在战场之外 用尾巴欢快地拍打着海水 虽然自己不能出手 但这场面实在解气 看来自己之前那几顿打没白矮 丝尘身在半空之中也没有闲着 此时他所做的就是掌控全局 只要宁容容他们遇到危险 他的攻击立刻就会降临 战斗刚开始的时候 邪魔虎金王还是自信满满的 毕竟一直以来 邪魔虎金都将魔魂大白沙压制得毫无反抗之力 可当邪魔虎金的伤亡数量 远远超过魔魂大白沙之后 邪魔虎金王才意识到不对劲 最令邪魔虎金王感到愤怒的 就是周围那杀戮领域的效果 无论怎样 他都无法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哪怕小白没有参战 就算他想要去援助自己的族人也做不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族人不断死亡 能够修炼到十万年级别 邪魔虎金王当然不是傻子 他明白 空中漂浮在那里释放领域的司辰才是关键 司辰那范围极大的杀戮领域 至少削弱了邪魔虎金10%以上的战斗力 却给魔魂大白沙的各项属性增幅了10%以上 这才导致了在同等数量的情况下 邪魔虎金竟然打不过魔魂大白沙 想到这里 邪魔虎金王庞大的身体猛地在海水中一卷 紧接着 身体宛如弓弦一般弹出 将周围的魔魂大白沙狠狠地撞开 一道粗如水缸的铁灰色水柱从背后喷吐而出 直奔空中的司辰而去 半空之中 司辰的注意力始终在高度集中着 似乎早就猜到邪魔虎金王会对他发动攻击式的 面对锁定自身的铁灰色水柱 司辰并没有闪躲 他俯视着愤怒的邪魔虎金王 背后 巨大的金龙身影显现出来以司辰的身体为中心 周围的空气竟是燃烧了起来 就连他的双眸之中 似乎也有火焰迸射而出这一次 他想试试将修罗神力 和自己从金龙王神盒中得到的力量结合起来 一圈金红色光运从司辰身上向外释放 战场之中 无论敌我双方 在这一刻 都只觉得自己被笼罩在了一个金红色的世界之中 所有人的情绪也都随之受到影响 充满了杀戮的味道 下一刻 司辰背后的金龙化为血色 竟是完全变成了一头血龙似的 原本处于暴怒状态的邪魔虎金王 只觉得一股惊天杀意 猛然冲入了自己的精神之海 身为十万年魂兽 他的精神力本身也算不弱 但这一刻 他只觉得自己精神之海 似乎都变成了血色 而周围所有的海水 也不再受他的控制 本体显现 化为血色 而那巨大的血龙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令血色充斥在在场每个人的眼眸之中 司辰的身形已经消失了 只有那长达三十米开外的血龙还在 血龙猛的一甩尾 尾巴正面迎上了那道灰蓝色的水柱 邪魔虎金王那一击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为的就是要一次性毁灭私沉 让自己的族人从杀戮领域中解脱出来 否则他也不会因为蓄力 而承受了魔魂大白沙满数次攻击 无比庞大的能量波动在空中爆发开来 而那爆发的铁灰色水柱虽然强悍 但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柱中的能量在接触到龙尾的瞬间就被分离开来 灰色的气息四散纷飞 邪魔虎金王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在司辰化身为血龙的时候 前几年被地天追杀的恐惧重新涌上心头 而这一次 眼前这条血龙带给他的震慑明显比当初的金眼黑龙王要强 邪魔虎金群与魔魂大白沙群的战斗此时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凭借着司辰的领域和宁荣荣的增幅 只不过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死在朱竹青手下的邪魔虎金数量就超过了30 就算是奥斯卡 此时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宁荣荣从容地站在一头为参战的魔魂大白沙背上 不断将一道道增幅能量注入伙伴们体内 九宝琉璃塔的光芒覆盖在他全身 显然是已经用出了第七魂祭九宝真身 以他现在的状态 只给朱竹青和奥斯卡两个人进行增幅 就算维持一个时辰 也不成问题 九宝真身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幅时间的延长 闲暇之间 他还能偶尔出手来 暂时给一些处于劣势的魔魂大白沙进行短暂增幅 令其扭转局势 邪魔虎金的数量已经变得越来越少 从刚开始只有成年的邪魔虎金投入战斗 到后来修位低的也进入战斗之中 魔魂大白沙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确认奥斯卡完成考核任务之后 司陈马上撤去了杀戮领域 准备带着宁荣荣他们离去 就在这时 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从战场的中心处爆起 原本渐渐压制了邪魔虎金群的魔魂大白沙们 突然被一股距离弹了开来 邪魔虎金王庞大的身体漂浮在海面上停顿下来 他并没有继续追击其他魔魂大白沙 但他身上原本的金属光泽 迅速地被一层死灰色所代替 无比巨大的能量波动仿佛封锁了整个海域 类似于小白领域中第三阶段的固化海域状态出现 另大海中不论是邪魔虎金 还是魔魂大白沙的行动速度都变得迟缓起来 不好小白惊呼一声 想要冲上前 可是 邪魔虎金王身体周围 那一层特殊的无形能量 却将他的身体弹开 此时 就连邪魔虎金王那双眼睛也从血红色变成了灰白色 身体周围的空气都开始剧烈地扭曲起来 他要自爆 私沉 快阻止他 小白恐惧地大吼一声 他很清楚 现在能阻止邪魔虎金王的只有私沉了 十万年魂兽自爆是怎样的情形 在场任何人都不知道 但却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一头修炼了十万年的魂兽 将自己积蓄的能量与灵魂同时爆发出来 那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一旦真的发生 恐怕在场能够活下来的人没有几个 谁也没想到 到了最后关头 邪魔虎金王居然如此暴力 要以自己彻底从这个世界抹杀未代价 与魔魂大白杀同归于尽 私沉也有些无语 他都打算暂时放过邪魔虎金王 准备带着自己的人撤了 对方居然给他玩一手自爆 所有的邪魔虎金在这一刻都表现出他们强横的一面 不但没有丝毫退意 反而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每一头邪魔虎金都在以透支自己生命力为代价 疯狂地攻击着周围的魔魂大白杀 不为了击杀对手 只是缠住这些死敌 不让他们脱离战场 一起死吧 邪魔虎金王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他的身体开始急速膨胀起来 显然是在点燃体内的全部能量 还不可以死哦 已经恢复人形的思辰祭出了他的炼刃 血色锁链落入海中 将邪魔虎金王卷了起来 邪魔虎金王用力地挣扎着 但随着锁链逐渐收紧 他的挣扎幅度开始减弱 体内被点燃也开始悄然熄灭 他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 但身上的死灰色终于是迅速地退去 渐渐恢复成原来的金属色了 同时他先前疯狂而强横的气息也随着削弱并渐渐消失 行了 思辰拍了拍手 把恋人的另一端绑在小白身上 自己也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小白背上 小白这一次没有叫嚷着自己是海神的坐骑 只是默默地拖着动弹不得的邪魔虎金王往回游 回去以后让环形海里面的海魂兽都离开 把这条虎金养在里面 思辰伸手翘了翘小白的脑壳 听到了没 听到了小白回答得很迅速 海神岛内有数个内陆海 这些内陆海中可不是没有盐分的淡水 这些海水也是来自于外面的大海 因此在海神岛地下 肯定有将内海与外海相连的通道 谁先达到八十级 谁就能拥有这头邪魔虎金王的魂环和魂骨 以他的修为 就算属性不是十分搭配你们的五魂 也足以产生相当强悍的魂迹了 再怎么说 他也比小白要强得多 思辰回过头 对跟在后面的宁荣荣等人说道 海神岛禁地 环形海岸边 小白的离去并没有减轻唐三渡海的压力 恰恰相反 平时小白只是将唐三震出环形海 而现在 环形海中成群结队的剑行鱼 一起对他发起攻击 差点把他捅成了筛子 就在唐三慌不择路的逃回岸上时 他突然发现 环形海内的海魂兽 竟然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片环形海瞬间变得风平浪静 难道海神大人又在帮我 唐三欣喜若狂 马上就要再次渡海 然而下一刻 一个被猎刃捆住的巨大身影 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进了环形海中 使用了子及魔童的唐三 清晰地看到 环形海中多了一头体长超过三十米 格外巨大的海魂兽 他那灰黑色的表皮上 闪耀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正冲着他字牙咧嘴 第247章办法总比困难多 吼 愤怒的吼叫声 从邪魔虎金王口中爆发出来 滚滚的声浪令整个环形海 随之颤抖一时间 强烈的能量波动 几乎将他锁在范围内的海水 完全封锁 海水变得如同胶脂一般粘稠 邪魔虎金王 如今也只能在空荡荡的 环形海中成微风了 他最核心的力量 被司陈封印住了 想自爆都没办法 环形海就如同一个狭窄的监狱一般 困住了邪魔虎金王 如今的他和刀组上的鱼 没什么区别 只是一头带宰的鲸鱼罢了 小白站在岸边 双手插腰 得意洋洋地说道 邪虎 当初你夜死我弟弟的时候 可曾想到会有今日 邪魔虎金王怒视着小白 给别人当狗就这么值得骄傲 你只是个海魂兽的叛徒 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几万年前靠海神 现在又给其他人当狗 真有你的 有胆你救下来 当年你弟弟怎么死的 我会好好地让你感受一遍 算了 小白 算了 别中了他的计 眼看着小白就要冲进 环形海与邪魔虎金王决一死战 奥斯卡急忙劝说道 对啊 不如你从容容他们三个当中 随便选一个人陷阱 然后我们帮你报仇 反正你现在下去 也是死路一条 撕成一脸诚恳地对小白说道 小白瞬间停下了脚步 迅速退回到离环形海几十米以外的沙滩上 这耸耸的样子 令宁荣荣等人忍不住放声大笑 行了 看看你们第五考的内容吧 斯陈提醒道 他只想让这帮小家伙赶紧考完 尤其是宁荣荣 他才好回去跟宁峰制交差 然后开始闭关 直到百吉成神才出门见人 得到提醒 宁荣荣等人赶忙将精神力 凝聚到额间的烙印上 第五考核的内容 马上出现在他们脑海之中 查看完第五考的内容 宁荣荣 朱竹青和奥斯卡凑在一起 小声嗶嗶了几句 最后一脸期待地望着斯陈 朱青 小奥都要各自祭拜一位封号斗罗 而我需要分别参加他们的两场战斗 给他们进行增幅 只有他们两个人都通过考核 我才算过关宁荣荣撅起嘴巴 简 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吧 很显然 这第五次的考核 他们是指望不上斯陈戴胆了 但他们还能指望一下斯陈的武魂 你们的考核有没有固定 要面对哪位海斗罗 斯陈问道 海马斗罗曾经对我们说过 七圣柱的名称分别是海马 海魔鬼 海之毛 海之患 海魔女 海星 海龙相应的也各自有一名封号 斗罗守护我们目前见过的只有海马斗罗 但从他当初对我们的讲述来看 这七个人中最强的应该是海龙斗罗 可能已经达到了95级 我的第五考考官是海魔女斗 罗 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叫海女斗罗 朱竹青达到 奥斯卡嘿嘿一笑 我的考官好 老熟人 海马斗罗 宁荣荣好奇地问道 姐 你当初第五考的考官是哪位啊 海龙 当我没问您 荣荣信信地闭上了嘴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 司成开口问道 你们的考核有没有挑战次数的限制 奥斯卡摇头道 没有 应该和我们之前面对的考核一样 只要在一年之内挑战成功 就算过关 虽然我们的等级和封号斗罗有着极大的差距 但凭借荣荣的增幅 我认为还是有大机会地 在我的复制镜像场准备充足的情况下 只要殿下您为我们提供几滴血 我们多尝试几次 过关也应该还可以 提供鲜血没问题 只是我要提醒你们 你们可能忽略了一点 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不仅仅是封号斗罗 而且还是海斗罗 听司成这么一说 众人的脸色顿时变了 他们之前想到的更多是第五考考官封号斗罗的实力 却忽略了这极为重要的一点想到七圣柱都位于内海 那里是最适合七位圣柱守护者战斗的地点 想要在这种最适合海斗罗战斗的地方战胜他们 难度必定会是更上一层楼 这时小白居然主动凑了过来 你们需要我帮忙吗 帮忙 司成疑惑地看向小白 你是说要像第二考那样 协助他们进行实战练习吗 小白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和那时候不一样 他们第二考的时候 我受到考核条件的制约 不能放手对他们发动攻击 但现在我却可以自由控制 自己能力释放的多少 别忘了 我可是海魂兽 而且七圣柱海斗罗的实力 我大都有所了解 理论上来说 我能够模拟他们所拥有的各种实力 给蓉蓉他们做陪练 这样的话 他们进行第五考的时候 自然也会轻松一些 随即他又傲娇地补充了一句 你不要多想 我才不是为了感谢你 帮我教训了那群邪魔虎精呢 我只是不想看到蓉蓉他们考核失败而已 恩恩恩 知道了 玩去吧 司成很敷衍地打倒 他也懒得拆穿小白了 小白和众人约定 三天后 他将在海中陪众人修炼 然后就带着自己的族人 潜入海中去处理族群善后事宜了 毕竟这一战 他们也有所伤亡 碧海银沙 看着远方那水天相接的美景 司成陪着宁蓉蓉他们 坐在柔软细致的沙滩上 休整了三个月时间 只用了几天就完成了第四考 大家的心情都好 哪怕接下来的第五考将更加困难 经历了这么多 他们也早已建立起了充足的信心 三天后 小白如约而至 殿下 麻烦给我一滴血 奥斯卡向司成说道 既然已经决定 要用司成的武魂参加第五考了 他们也得先适应一下他的魂迹 司成右手拇指在中指一滑 曲指弹出 一滴血液缓缓朝奥斯卡飞去 在司成的精神力的操控下 那滴鲜血飞得很慢 令奥斯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当鲜血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更是缓慢落下 奥斯卡动作很快 全身魂力爆发 刹那间 七个最佳配比的魂环 同时出现在他身上 他的第五魂环骤然闪亮起来 一圈黑光从他掌心处涌出 瞬间将那滴鲜血 纳入其中紧接着 他掌心处顿时涌出 强烈的魂力波动 第五魂环也不断重复着 扩展和收缩的过程 此时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他手上 只见在那强烈的魂力波动之中 一根淡银色的香肠 缓缓成形 突然 奥斯卡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原本充满自信的眼神中 充满了惊骇之色 紧接着 他手中的银色香肠 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裂痕不断扩大 最后 那复制镜像肠 竟然碎裂开来 在空气中化为基粉 复制镜像肠裂开的瞬间 奥斯卡也被魂迹反噬 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令奥斯卡更加震惊的是 自己的魂力 并非以前制造复制镜 像香肠那样减少三分之一 而是直接被抽空 小奥 你怎么了 您荣荣并不清楚 奥斯卡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他那惨白的脸色 和摇摇欲坠的身形 却令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 荣荣 我还好 只是被魂迹反噬了奥斯卡 擦去嘴角的鲜血 苦笑着望向思辰 殿下 您的血液效果实在是太强大了 看来 哪怕步入封号斗罗境界 您的实力也提升得比我们更快 思辰赶忙用莱茵黄魂骨技能 为奥斯卡进行治疗 抱歉 是我疏忽了 之前在七宝琉璃宗的时候 你使用我的血液制作复制镜像肠 并未出现这种情况 金龙王神河和修罗神力 再加上自己原本的炼刃武魂 这种级别的力量 根本不是奥斯卡一个魂圣 能够承受得了的 除非奥斯卡将来成为石神 才能用他的血液制作复制镜像肠 没事经过思辰的治疗 奥斯卡觉得自己已经好很多了 只是如果不能使用殿下的武魂 我们的胜率就大大降低了 其实 你们也还是可以依靠我的思辰 收回了魂迹 奥斯卡的伤势已经好转了许多 接下来只需要慢慢恢复魂力就行了 什么 听到思辰的话 宁蓉蓉等人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我现在有一个方法 可以保证你们过关 但是通过考核后的奖励 有可能会被削弱 你们愿不愿意尝试 简 你快说是什么方法 奖励什么的无所谓 可如果完成不了考核 那是真的要命啊 宁蓉蓉一听有戏 根本顾不上其他 很简单 我去把海马斗罗和海女斗罗打一顿 然后你们再出来挑战他们 我敢保证你们肯定能够过关 被我揍过的海斗罗实力必定大减 奥斯卡瞪大了眼睛 这样也行 朱竹青有些犹豫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小白气得直跺脚 卑鄙的人类 你再逼逼一句 我就把你做成剁骄鲨鱼头 撕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让小白闭上了嘴 没有什么不行的 既然我们的考核内容 并没有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那么 我们这样就是合理的 宁荣荣的道德水平 显然比奥斯卡和朱竹青都要低一些 奥斯卡挠了挠头 道 确实 只凭借复制镜像长 我确实没把握能够过关 我琢磨了一下 我在使用复制镜像长的时候 破绽大 而面对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就算有融融增幅 我也不可能 只是用一根复制镜像长的时间 就战胜对手 在第二次服用复制镜像长的时候 我就危险了 而如果第一次无法通关 那么 后面再想通过 就是南上迦南殿下 请您帮我吧 既然如此 那明天就准备尝试通关吧 那我呢 你们不要陪练了吗 小白突然开口道 你回去吧 既然他们无法使用我的武魂 那也用不着你当陪练了思辰一句话 让小白如蒙大赦 赶紧溜之大吉 第二天清晨 天刚蒙蒙亮 思辰一行人就已经来到了他们熟悉的海马圣柱外的海中海 海马斗罗静静地端坐在海马圣柱下 和思辰他们第一次见到时 一模一样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他们的到来 海马斗罗缓缓睁开了双眼 几年不见 看样子各位的实力都有了很大的增长 今日前来 可是为了第五考 海马斗罗面带微笑地看着岸边众人 当他的目光落在思辰身上时 明显流露出尊敬之色 奥斯卡微微汗手 不错 今日正是为了第五考而来 海马斗罗显然是知道奥斯卡的考核内容的 在考核过程中 我不会借助胜著的海神之力 只会凭借自身的力量对你进行考核 前辈抱歉了奥斯卡一脸歉意 海马斗罗愣了愣 有什么好抱歉的 他不明白 奥斯卡虽然有着复制他人武魂的能力 但要想打败自己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只是对方为什么要说抱歉 然而下一刻 海马斗罗心中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封号斗罗对危机的直觉 令他直接释放出了武魂 刹那间 只见他全身上下 被一层灰白色的奇异铠甲笼罩在内 背后浮现出一个 与海马圣柱顶部雕像 极为类似的巨大海马虚鹰两黄 两子 五黑 九个魂环同时闪亮 在没有十万年魂环的情况下 这已经是最佳魂环配比 能够成为海神七圣柱的守护者之一 海马斗罗自身的实力自然不同凡响 海马斗罗的直觉是对的 他只觉得全身一冷 周围已经化为了一片血红色的世界 凄厉之声在耳中回荡 冰冷诚实质的杀气疯狂地从四面八方朝他冲击而来 发自内心的胆怯不由自主地涌现出来 这是领域 海马斗罗并没有同司臣交过手 他本以为挑战自己的是奥斯卡 没想到一上来就遇到了司臣的杀戮领域 再加上他之前的争梦 立刻就处于被动之中 不过身为封号斗罗 他当然不会就这么一蹶不振 而是当即立断 摇身一晃 献出了自己的五魂真身 第二百四十八张人鱼的嘴 骗人的鬼 只见海马斗罗的身体 瞬间与自己身上的白色骨铠融为一体 化身为一条身长三米开外的巨大海马 一圈奇异的波纹从他身上释放开来 同时亮起的 是他身上的第六魂环波纹呈浅蓝色 密布于他身体周围直径五米范围之内 那每一层波纹扩散开来 就像是一层笼罩了海马斗罗全身的盾牌 竟是硬生生将杀戮领域的杀气逼迫在外 虽然无法破开杀戮领域 也无法影响到司臣 但却将杀戮领域对他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面对何波赛西同样级别的对手 海马斗罗已经顾不上去思考 为什么司臣会突然攻击他了 他很清楚 自己的防御魂迹只防得了一时 但身为七圣柱守护者之一 海马斗罗自然不会就这样认输 他眼中白光大放 深吸口气 双手食指交叉 踢起到胸前 掌心向下 同时 他身上的第九魂环亮了起来 没有领域的魂师 面对拥有领域的魂师是极为吃亏的 更别说他的魂力还远不如司臣 所以他只能凭借着最强的技能全力一搏 尽管海马斗罗的第九魂环还是万年级别的黑色 但实际上 他这黑色魂环也有高达八万年修为的级别 乃是当初他费尽千辛万苦 才在大海中猎杀魂兽得到的 此时第九魂环闪亮 黑色光环迅速扩张开来 形成一圈圆形的黑幕将海马斗罗自身围绕在中央 庞大的能量波动疯狂涌动 周围的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 观战的凝蓉龙等人清晰地看到 整片海中海全部沸腾起来 这一次可没有海马胜住光芒的阻挡 海水竟然笔直地升起高达百米 那清澈的海水瞬间被渲染成了黑色 在剧烈的涌动中散发着无穷能量 海马斗罗第九魂环 代表的技能名叫旋风巨浪寂灭拳魂力展开 借助周围所有水元素形成巨浪漩涡 产生范围性的杀伤它 身处海中海中心位置 无疑是旋风巨浪寂灭拳最好的发挥之处 那滔天的海浪已经开始疯狂旋转 海马斗罗的魂迹蓄力正在飞速提升 当它蓄力完毕之时 就是这恐怖第九魂迹释放的一刻 就在这个时候 司尘出现在了海中海上空 一道巨大的血色剑影也随之出现 整个海神岛在这一瞬似乎都要为之颤抖 红光在空中闪耀着晶莹的残影 司尘攻击的目标并不是海马斗罗本体 而是从它身上释放开来的那一层黑色光芒 也就是第九魂环带起的那圈黑色光幕 这层黑色光幕就是海马斗罗 第九魂迹施展时的防御手段 防护能力甚至还在它那第六魂迹之上 吃的一声轻响中 红光略过 环绕在海马斗罗身体周围的黑色光幕骤然应鸣 下一刻光幕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而那道血色剑影 在命中海马斗罗的一瞬间 略微旋转了一下 原本应该是剑刃劈在它身上 却因为旋转变成了剑技平拍在了它身上 另整座海神岛都为之颤抖的巨响之中 海中海内刚刚凝聚起来的巨大漩涡已经轰然砸毁 飞剑起的巨浪冲击在岸边的凝蓉龙等人身上 让他们全变成了落汤鸡 闷哼声中 海马斗罗整个人被瞬间抽飞 口中鲜血狂喷就连耳鼻之中也溢出了血丝 直到撞击在海马圣柱上才稳住了身形 就在这时 两道身影已经跨海而至 奥斯卡 宁容容 请前辈赐教 海马斗罗默默地擦去嘴角的鲜血 他算是明白了奥斯卡为什么要跟他道歉 没关系 这是考核规则允许的战术 不过 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会那么容易认输 想要战胜我 还要拿出你们全部的实力才行 现在开始吧 奥斯卡与宁容容 联手挑战海马斗罗 是一场没有什么悬念的战斗 在与司辰一战中受了重创 魂力更是大幅消耗的海马斗罗 甚至连坚持武魂真身都极为困难 又怎么可能赢得了 使用了复制镜像长 复制珠珠青百分之百魂技 再加上宁容容 九宝琉璃塔辅助的奥斯卡呢 战斗进行得很直接 奥斯卡选择了 以大范围攻击魂机 与海马斗罗碰撞的战术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卑鄙 但无疑是最有效的 只是三次碰撞 海马斗罗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不过 也正如之前司辰判断的那样 奥斯卡取巧获胜之后 他得到的奖励不再是一级魂力 而是半级 虽然令他略微有所郁闷 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是面对全胜时期的海马斗罗 奥斯卡知道 自己是很难有机会获胜的 在临走之前 奥斯卡给海马斗罗 留下了十根恢复大香肠 再次道歉后 众人继续启程 前往他们此行的第二个目的地 穿行在森林之中 朱竹青主动向司辰提出 要靠自己的力量与海魔女一战 司辰点点头 可以一试 但不要勉强自己 如是不可畏 就保存体力 认输等我击败海魔女之后 你再重新挑战 也能一战攻城 朱竹青当然知道司辰的好意 我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的 别忘了 我的魂力要比蓉蓉和小傲高 她同样也有私心 毕竟司辰已经说过了 如果谁能最先突破八十级 谁就能得到 邪魔虎金王的魂环和魂骨 海魔女圣柱台的样式 十分简单 只是一个正方形的平台而已 但是 在那平台正中的圣柱 却依旧是与众不同 与其说它是一根柱子 倒不如说 它是一尊雕像 圣柱通体味白玉般的颜色 那是一位少女的雕像 她跪在圣柱台上 双手合适在自己胸前 朝着海神殿的方向摇摆 虽然只是雕塑 但她脸上虔诚的表情 却是那么栩栩如生 在海魔女圣柱台的边缘 一名有着绝色容颜的少女 正坐在那里 令人惊奇的是 她有着一条巨大的鱼尾 美妙的弧线一直蔓延到腰部 上身穿着一件黑色小衣 甚至连肚脐都没有遮住 她那双天蓝色的大眼 与其说像海洋 倒不如说像天空 而她嘴角处始终挂着 一丝淡淡的微笑此时 她那鱼尾正轻轻地 拍打着海中海的水面 玩得不亦乐乎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人鱼 至少纯度要比小白高 思辰默默地在心里感叹 她是见过海女斗罗的 所以并没有像宁荣融他们一样 对海女斗罗的鱼尾 露出惊讶的表情 似乎是感受到了众人的到来 抬起头 她的目光朝着岸边看过来 你们是来挑战我的吗 英灵般的笑声传来 那动听的声音 根本令人无法产生任何敌意 眼前这少女看上去虽然年轻 但众人却明白 作为海魔女胜著的守护斗罗 海女斗罗 她的实际年龄 绝不会比其他海神守护斗罗小多少 是 请赐教朱竹青 拉着凝蓉蓉飘身而起 在海面上接力 几个起落 她们就已经落在了海魔女胜著前 海女斗罗一点也没有攻击她们的意思 而是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她们 两位姐姐 你们好漂亮哦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和我一样漂亮的女孩子呢 别信她的鬼话 前几年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私承毫不留情地 拆穿了海女斗罗的开场白 朱竹青文言马上将凝蓉蓉挡在自己身后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海女斗罗被朱竹青这扶警梯的模样逗得咯咯直笑 她那长长的鱼尾从海水中抬起 落在圣柱台上 真的化为了双腿 一条黑色长裙直接覆盖其上 两位姐姐 你们那么漂亮 我们也不要打打杀杀的好不好 我吹一首曲子给你们听 听完了 就算你们过关 怎么样 一边说着 只见她左手在身前轻轻移动 一根黑色的短笛已经出现在她的掌中 不要让她吹 立刻攻击就在海女斗罗将笛子送到嘴边时 私承的声音直接在凝蓉蓉和朱竹青的脑海中响起 朱竹青和凝蓉蓉蓉本来被海女斗罗的话 说的敌意越来越低 但私承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样 朱竹青还没回过神来 但身体已经窜了出去 她的身体化为一连串的虚影 攻向海女斗罗 凝蓉蓉的九宝琉璃塔也在同一时间出现 首先落在朱竹青身上的 就是一道敏捷增幅朱竹青的身体顿时变得虚幻了 锋利的猫爪分别抓向海女斗罗的手腕和那根黑笛 海女斗罗眉头微醋 身体周围的光芒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整齐的九个魂环悄然浮现在那黑笛之上 第二魂环亮起就在那光芒之中 她的身影飘摇不定 面对朱竹青的急速攻击虽然无法完全躲开 但手中的黑笛却连点三下 都点在了朱竹青的猫爪之上 顺利将她击退 击退朱竹青之后 海女斗罗称怪地瞄了眼岸边的思辰 大姐姐 你怎么一点怜香细域之心都没有 人家的笛子可是吹得很好听的 虽然她嘴上这样说着 但朱竹青和凝蓉蓉的神色 却已经都变得凝重起来 从那黑笛上出现的九个魂环 他们就明白之前自己上当了 要是真的让这位海女斗罗吹出一曲 指不定是什么情况呢 海女斗罗似乎一点也没有被看破的觉悟 身形飘转 一边闪避 搁挡着朱竹青的攻击 一边有些焦急的道 两位姐姐 你们别听她的大姐姐的 还是听我吹一曲吧 真的很好听的 朱竹青没有理会她 但心中却暗自凛然 这海女斗罗并没有用出什么技能 就能抵挡住自己的快速攻击 而且她还是一名气魂师 这场挑战的难度恐怕很大 在朱竹青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中 海魔女似乎有些不高兴了 她撅起嘴道 这位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是女孩子呀 为什么要像那些男人一样粗鲁不过 我还是不会怪你的 给你听曲子吧 一边说着 海女斗罗的身体 滑流的一闪 躲过了朱竹青的猫爪 身体向后跃起 朝着海中海落去 朱竹青当然不会让她就这样轻易得手 猛然追去 自创魂机幽冥斩骤然爆发 凭借着凝溶龙的速度增幅和攻击增幅 对于敏宫系魂师来说 速度和攻击力是成正比的 速度增加 攻击力自然会大幅度增加 黑色的光影在空中追上了海女斗罗倒翻的身形 但是 众人却听到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姐姐 你上当了 一圈奇异的波纹从海女斗罗身上扩散开来 笼罩在她与朱竹青身上 即使强行切断了凝溶溶的九宝琉璃塔光芒增幅 她的身体就那么在空中横移三尺 正好闪过了朱竹青这一扑 脚尖在水面上清点 修长的双腿恢复成鱼尾状 身形一转 巨大的鱼尾已经抽向了朱竹青 就在这时 朱竹青的身体突然消失了 海女斗罗的鱼尾抽在了空气之中 戴起一连串扭曲的波纹 她清澈的眼眸中流露出几分争冲之色 显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朱竹青当然不会真的消失了 就在那鱼尾冲击而至的同时 她的身体突然分开了 画卫数十道身影在空中四散 每一道幻影似乎都是真的 都在海面上接力 在同时集中扑向海魔女她所使用的 正是结合她自己的魂骨技能和速度 所创造出来的另一个魂技 幽冥影分身 而这个时候 岸边的凝蓉龙并没有急于再来增幅 而是身形一闪 躲到了海魔女胜柱背后 情况出现了变化 海女斗罗的应变却非常快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她的身体突然加速 不是闪躲 而是下沉 扑的一声 她已经没入海水之内消失不见 蓉蓉 小心 朱竹青身在空中 一边朝着海魔女胜柱的方向扑去 一边尖叫 嘻嘻 晚了呢 海魔女的身体已经从胜柱抬另一侧腾身而起 手中黑底上黑光闪烁 从底上的阴孔射出七道黑光 缠向宁蓉蓉的身体 随之亮起的是黑底的第三魂环 第249章幸运小猫 不过 海女斗罗刚一发出攻击就感觉到了不对 而下一刻 宁蓉蓉身形一闪 化身为一只幽冥灵猫 直接撞上了海女斗罗的攻击 海魔女是封号斗罗 而宁蓉蓉还不到八十级 使用的技能更是只有原本技能的百分之八十 但海女斗罗吃亏就吃亏在对宁蓉蓉太轻视了 而且她本身也不想伤害到宁蓉蓉 因此 她发出的虽然是第三魂技 但却极为缓和 毕竟她只是想捉住宁蓉蓉 令其失去辅助能力而已 在她看来 一个辅助细魂师在自己的攻击面前 根本就不可能有抵抗的能力 可是 出现在她面前的 却是那数十道带着浓郁的黑暗气息的锋刃裂震 宁蓉蓉 虽然没有朱竹青那么强的爆发力 但她对朱竹青的五魂技能还是很熟悉的 双方身体一接触 她直接就使用了朱竹青最强的攻击技能 尽管技能被削弱了80% 但在五魂真身的情况下使用出来 威力还是相当惊人的 尤其是双方如此近距离接触之下 海女斗罗根本没有闪躲的机会 与此同时 先前还在尖叫的朱竹青 已经化为一道黑影悄然而至 半空中 她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为 一致灵巧的黑猫 幽冥化的身体更像是一道烟云 几乎是贴着海面掠过 闷横一声 海女斗罗只能用黑笛挡在自己身前 但情急之下 她根本没法发出任何技能 来保护自己被凝蓉蓉使用的 幽冥真身这一状 再加上锋刃裂针的正面轰击 顿时令她之前还巧笑 燕然的翘脸变得一片惨白 身体在空中快速地旋转三周 才算躲过了凝蓉蓉接下来的攻击 同时黑笛幻化出无数虚影 带着呜呜声响 阻挡住凝蓉蓉的攻击 就在这时 朱竹青已经赶到 她的身体再次幻化成瘾 而海女斗罗的心此时已经乱了 黑暗属性的力量在体内蔓延 剧烈的痛苦蔓延全身 令她的身体僵硬了几秒钟 而这几秒钟的时间 已经足够朱竹青发动十几次的攻击了 就算是封号斗罗 在没有施展五魂真身的情况下 承受朱竹青那种级别的攻击 结局可想而知 不死也要重伤 凝蓉蓉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接下来朱竹青的攻击 带给海女斗罗的就是毁灭性攻击 无法使用技能的她 就算扛住也必定会伸受重创 我认输了 海女斗罗尖叫一声 那海魔女圣柱上 一道湛然金光笼罩住她的身体 下一刻 朱竹青的攻击落在空处 而海女斗罗本人已经出现在了圣柱下方 苍白的翘脸上甚至还带着几分后怕 两道魔纹波动飞射而出 同时落在凝蓉蓉和朱竹青身上 海女斗罗显然很理智 既然明知不敌 何苦让自己受到重创呢 索性认输 利用圣柱的力量避开朱竹青的攻击 海女斗罗心有余悸地拍着胸脯 她认输并不是因为毫无反抗之力 而是因为七圣柱的守护者们 有着独特的交流方法 在海马斗罗挨完一顿打后 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海女斗罗 如果海女斗罗执意要和朱竹青应拼 她的迎面也很大 但在那之后 她要面对的就是撕成了语气挨一顿打 再认输 布鲁西去海马斗罗的教训 直接认输 这虽然不是凝蓉蓉等人 第一次看到海神七圣柱的威力 但却是第一次在与海斗罗对攻中 见识到圣柱的能力不用问 如果这些海斗罗能够借助圣柱的力量 那么他们将没有任何机会获胜 第五考完成 朱竹青和宁蓉蓉的魂力都提升一级 宁蓉蓉还额外得到了 所有魂环等级提升一千年的奖励 这就是顶级七考的福利 而朱竹青的魂力 本来就快突破到79级了 在一级魂力的叠加下 直接突破到了80级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令她忍不住跳了起来 与此同时 黑莽涌动 化为一道湛然黑光 在朱竹青面前凝聚 当那黑光完全凝固之时 一枚神刺魂环出现在她面前 朱竹青惊讶地看着眼前神刺魂环 心中大喜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波赛西前辈不是说过 黑级考核只会奖励一个神刺魂环吗 这时 海女斗罗也是一脸茫然 这应该是黑级考核的最终奖励啊 黑级考核的最终奖励 除了完成考核的一级魂力奖励之外 还会额外提升一级作为整体奖励 同时还会奖励考核者一个辅助技能 而当考核者的魂力正好达到临界点 需要魂环帮助提升时 那么 奖励的技能将会转化为神刺魂环有了它 就等于毫不费力地拥有最适合自己 自己所能承受最高强度的魂环 可是你才完成了五次考核 不应该会有神刺魂环啊 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柔和动听的声音从四周围响起 只见一身红衣的海神斗罗波赛西 已经来到了海魔女圣住 是 大祭司既然波赛西已经开口 海女斗罗就不会去质疑 这次考核的奖励是否有误 跟我回境地 环形海不是用来给你们养鲸鱼的 波赛西留下一句话就率先离开了 这让宁荣荣他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海神大祭司就为了这点事 把他们叫回去 司成却若有所思地盯着波赛西离去的背影 难道说海神与海神岛的联系 变得不太稳定之后 海神大祭司能够更改考核的奖励吗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回到海神山脚下 波赛西和司成站在环形海岸边 明荣龙等人已经被他找了个理由 打发回海马城了 我更改了竹青那孩子的考核奖励的发布顺序 但也仅限于此了 等到他完成第六考的时候 奖励就只有两集魂力了 波赛西转身走上台阶 虽然他们几个 无论在海神岛还是陆地上 都属于精彩绝艳的天才 但他们毕竟不是你 想要在海龙全力攻击下 坚持一炷香的时间并不容易 我替他们谢谢前辈 司成微微攻身 波赛西头也不回地说道 真要感谢我 就赶紧把那条虎精处理掉 这都几天了 他还没搞定唐三 未免太没用了还有 赶紧让荣荣完成第六考 然后来把海神三叉戟拔出来 唐晨我是指望不上了 只能指望你了 我听到了 唐晨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义愤填膺的表情 在对上波赛西戏血的目光之后 瞬间变成了讨好 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试一次 打扰了司成 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赶紧离开了这个撒狗粮的地方 海马城 城主府 第六考 在状态最佳的海龙豆罗的攻击下 坚持一炷香的时间状态最佳 那我们岂不是不能再靠姐姐的帮助了 回到海马城后 宁荣荣才有空查看了一下第六考的内容 在她完成考核之前 奥斯卡的第六考题目并没有出现 所以他们也无法得知第六考到底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海龙豆罗到底有多强 奥斯卡摊在沙发上 一脸苦涩 问问姐姐不就行了 她第五考的考官就是海龙豆罗朱竹青仍然沉浸在获得神赐魂环的喜悦中 不回 她的实力不能以常理看待 说不定海龙豆罗还没在她手里撑过一招就败了 经过多次打击后 宁荣荣对司臣的实力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要不等我们全都突破魂豆罗之后再去进行第六考 奥斯卡提议道 奥斯卡 你是不是傻 宁荣荣直接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一脸痛心疾手 你不想要多的那枚神赐魂环 我还想要呢 我都可以 等我调整好了 就去猎杀邪魔虎金王朱竹青心情很好 因为邪魔虎金王的魂环和魂骨都归她了 还有一枚神赐魂环可以等到突破封号豆罗的时候吸收 这样她就有两个十万年魂环了 光是想想都要笑出声来 第二天一早 宁荣荣就被朱竹青从床上拖了起来 两人叫上了奥斯卡 兴冲冲地跑到海神山脚下 跟司成会合 毕竟鲨鱼还得靠她 环形海岸边 唐三愤恨地瞪着海中的邪魔虎金王 这头金鱼和小白完全不一样 只要他敢靠近 树到暗红色的水刃 就会带着刺耳的尖笑朝他飞来 如果说小白会因为敬畏海神 而没有对他下杀手 那么邪魔虎金王 就是恨不得将他这个所谓的海神继承者 撕成碎片 以至于自从邪魔虎金王被司成扔进环形海之后 唐三再也不敢下海了 而唐三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司成对他的忌惮 明明他自己才是最忌惮司成的人 但他却完全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哟 胆小鬼 化为人形的小白突然出现在唐三身后 你 你想干什么 唐三被吓得后退了几步 你好废物啊 环形海里就只有一只海魂兽 你都过不去小白歪着头 不怀好意地盯着唐三 你说 如果我把你扔下去 你能在海里坚持多久 你 你不能这么做 我可是海神的继承人 你只是海神的奴仆 唐三吓得语无伦次 骗你的 今天过后 你就要继续面对我了 真会起 小白不屑地说道 什么意思 唐三惊怡不定地望着小白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几条血色锁链没入海中 将邪魔虎金王狠狠地拽到了岸上 他快色的小白不再理会唐三 禁止向邪魔虎金王走去 司成答应过他 会在了结邪魔虎金王的性命之前 让他狠狠地出一口恶气 被锁链缠绕得动弹不得的 邪魔虎金王怒视着小白 锁链的另一端 被司成紧紧地握在手中 记得留一口气 不然那没十万年浑环 就只能从你身上 取了司成好心地提醒道 小白忍不住打了的寒战 知道了小白早已认清了现实 司成要是想杀他 可能连海神来了 都不一定能救下他 宛如立齿状的数十道灰蓝色光芒 在小白身体周围凝聚成形 但却宛如实体一般 直接朝着邪魔虎金王 有层次地展示而去 小白的磨砂之牙 不断在邪魔虎金王身上 留下一道道伤口 伤口并不致命 小白甚至有意识地控制着磨砂之牙 如同人类发明的灵池酷刑一般 慢慢地撕咬着邪魔虎金王的血肉 直到露出森森白骨 差不多得了 咬成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吃 难道今晚不吃金鱼 改吃鲨鱼吗 一直坐等开饭的惊眼黑龙王 终于忍不住现身了 哎呀 这是能量体 我又没真的用嘴咬 小白急忙为自己辩解 为了不让帝天把矛头再次对准他 他赶紧冲不远处 围观的朱竹青招了招手 朱竹青 过来吧 你可以动手了 来了 朱竹青早就在一旁摩拳擦掌 只等小白完事 他就上去给邪魔虎金王致命一击 刺耳的暴鸣声 从邪魔虎金王头顶上方响起 他那原本无比强横的气息 就像是散去的水蒸气一般 眨眼无踪 一带海中霸主 十万年魂兽 邪魔虎金王就这么死在了一名准魂斗罗手中 谢谢你们啊 小白有些别扭地向司臣和朱竹青道谢 连他自己也记不清 他和他的族人们在邪魔虎金一族的阴影下 生活了多少年 不知道有多少族人 在与邪魔虎金的种族之战中丧生 而邪魔虎金王的死亡对他来说 就像是做梦一样 司臣之所以答应让小白拿邪魔虎金王出气 也是出于对朱竹青自身情况的考量 被小白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邪魔虎金王 对于魔魂大白杀一族的憎恨可想而知 但朱竹青给了他致命一击 相当于让他彻底解脱 这样一来 他吸收魂环的时候就要容易一些 远处的唐三目自欲裂地盯着 正在吸收魂环的朱竹青 如果说他最恨的人是司臣 那么第二个就是朱竹青了 因为他不禁抢了原本属于他的十万年魂骨 如今更是以准魂斗罗的实力 吸收一枚十万年魂环 而他现在的魂力还没有恢复到魂王级别 第二百五十章第七考 躺赢 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 朱竹青终于完成了整个吸收的过程 当那暗红色光芒完全收敛时 一块暗红色的魂骨从邪魔虎金王身上破体而出 缓缓飘浮到他面前 那是一块头骨状的魂骨 只经过细辨别能够看出 而这也是朱竹青正好缺乏的一块魂骨 暗红色的十万年邪魔头骨通体透明 充满了琥珀般的感觉 里面似乎有暗红色的液体在不断流转 它并不是向外释放光芒 而是在吞噬着周围所有的光芒 与此同时 朱竹青身上最新获得的第八魂环血光绽放 光芒凝于头部 只是一闪 漂浮在空中的邪魔头骨已是消失不见 太好了 竹青 我们都有头部魂骨了 凝蓉蓉发自内心地为朱竹青感到高兴 这可是六个部位中珍贵程度仅次于躯干股的头部魂骨 朱竹青笑着点了点头 他能感觉到邪魔虎金王的魂环和魂骨都很适合自己 虎金多少也和虎类沾点边吧 奥斯卡一脸羡慕 朱青 你的魂力现在多少级了 十万年魂环加上十万年魂骨 应该会让你再有所提升吧 朱竹青毫不避讳 已经84级了 奥斯卡倒吸一口凉气 要是自己也获得一枚十万年魂环该多好 幸好宁蓉蓉之前提醒过他 不然等到突破魂斗罗境界再去挑战海龙斗罗 他可就要错失一枚十万年魂环了 几天后 碧蓝的海水上空十五米处 朱竹青角节的身影在空中翻滚 在他身下 巨大的白色身影悄无声息地掉转身形 宽度超过两米的庞大沙尾 在如同强弓般弯曲的身体带动下骤然甩出 顿时 一道与沙尾同样形态的灰蓝色光芒透体而出 并在空中扩大 直奔朱竹青追去 很显然 在朱竹青获得邪魔虎金王的魂环和魂骨之后 小白又被抓来做陪练了 眼看着半空中的朱竹青 就要被沙尾抽出的光芒追上时 突然间 一道强烈的红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他的双手闪电般在头顶合拢 双手五指上的爪刃以惊人的速度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长约一尺的利刃与此同时 低沉而凌厉的咆哮声响起 紧接着 一道宛如剃刀般的暗红色光影瞬间甩出 如同巨大的战斧一般从天而降 像是要开天辟地式的正好撞击在那灰蓝色沙尾的光影之上 轰 无比强烈的暴鸣在空中轰响 两股庞大能量瞬间爆发出的微能 另下方的大海 溅起十余丈高的巨浪 当海浪落下时 大海之中已经多了一个直径达到20米的巨大漩涡 而小白既然被那巨大的冲击力从海中掀了出来 在空中翻转了一下 才重新砸回大海之中 而空中朱竹青 那比小白渺小得多的身影却在盘旋中上升 带起一连串的红色波纹 就像是一柄柄利刃般将那庞大的冲击波撕裂 它的身体就从那冲击波破开的缝隙中 如由于一般钻过 反向扑击而出 反扑之中 无数道黑色风刃裂阵骤然爆发 朱竹青身上闪耀的红色第八魂环骤然亮起 将它的身体与爆发出的数百道风刃裂阵 完全渲染成了红色伴随着身体的旋转 每一道风刃都带起一道红色的光幕 光幕扩散开来 瞬间笼罩了直径100米范围内的海水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被红色光幕笼罩的海水竟在瞬间凝固 与外界的海水完全隔绝开来 向海下延伸也达到百米之多 正好将砸毁水中的小白身体笼罩在内 而这瞬间被光芒染红的海水刹那间凝固 竟然变得如同镜子一般晶莹剔透 朱竹青身体看着下方凝结了的巨大的红色晶体 并没有继续行动 只是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晶体之中 隐约能够看到小白被锁定的身体 正保持着跌入水中的样子 看上去甚是怪异 足足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 一连串的爆鸣声才从那红色晶体中爆发开来 一道道裂纹飞速蔓延 又是三次深呼吸的时间过后 砰的一声 巨大的红色晶体化为积粉 而小白的身体也已挣脱 在海水中一个翻滚 瞬间加速 窜出数百米之外 这才回身看向空中的朱竹青 不打了 邪魔虎金王的技能正好克制我 虽然你的魂力还不能和我相比 但这几个技能实在太讨厌了 你就不能用点别的吗 小白不满的声音远远传来 朱竹青轻盈地落在岸上 哑然失笑 其他技能对你也没什么效果呀 算了算了 有这几个技能 别说在海龙那家伙手里坚持一炷香 打赢他也不是不可能的 他可没有十万年魂环和魂骨说完 小白郁闷地掉头而去 几个闪身已经钻入深海之中 呜呜呜 竹青 我们能不能通过第六考就靠你啊 宁荣荣飞奔过来 给了朱竹青一个大大的拥抱 朱竹青展示出来的新魂迹 令他对接下来的考核充满了信心 为了顺利得到第二枚神赐魂环 奥斯卡和宁荣荣硬是卡着79级的魂力 跟在朱竹青身后一同开始了第六考 正如小白所说 以朱竹青现在的实力 如果趁其不备 打赢海龙斗罗也不是不可能 更别说支撑一炷香的时间了 再加上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辅助 三个人很快就通过了第六考 奥斯卡激动地捧着额外得到的 那枚神赐魂环 他坚信自己现在的身体强度 一定能吸收十万年级别的魂环 朱竹青留在海马城 为奥斯卡吸收神赐魂环护法 而宁荣荣则跟着司臣 踏上了通往海神殿的阶梯 准备开始他的第七考 当他们来到大殿中心 波赛西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 而唐晨仍然在他身后的海神台上 跟海神三叉戟做最后的斗争 下来吧 没用的糟老头子波赛西 只觉得唐晨这副模样 在小辈们面前很丢人 而司臣看他的眼神仿佛在说 还不如选千倒流 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行 唐晨仍不死心 波赛西忍无可忍地把他拖到一边 示意司臣上前 凝蓉蓉则留在台下 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九宝琉璃塔 毫不犹豫地进入九宝真身状态 六个增幅80%的魂迹 也同时降临在司臣身上 得到凝蓉蓉的增幅 司臣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各种属性 能力全面攀升 精气神更是在这一刻 提升到了巅峰双手抬起 用力握在海神三叉戟的长柄之上 触电般的感觉传遍全身 先前感觉上的厚重 真实地出现在掌握之中 海神三叉戟长柄上的纹理 似乎与手掌完全贴合 令司臣感到意外的是 这长柄的触感竟然是温热的 里面似乎流淌着血液一般紧接着 从他双手握住的地方开始 淡淡的金色开始蔓延 原本有黑的长柄上 一丝丝金色的纹路开始扩散 从一开始 司臣就毫不犹豫地 使用了金龙王的力量 他双臂同时用力 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到 细利的赤金色菱形菱片 覆盖在他的双臂之上 释放出璀璨的光彩 在司臣看不到的身体表面 全身完全被赤金色纹路所覆盖 尤其是背后 已经完全变成了灿烂的赤金色 而他自身的气息变得越来越强 气血波动宛如长江大河一般 海神三叉戟动了 司臣明显地感觉到他动了 虽然动得是那么细微 但他还是在自己全力以赴的动作中 开始缓缓向上移动啊 一旁的唐晨目不转睛地盯着司臣的动作 这种程度他也能做到 但也仅限于此了 现在就看这个后背能不能成功了 司臣的额头处 一块赤金色菱形菱片浮现而出 菱片渐渐变得晶莹剔透 宛如晶体 他的双臂完全被赤金色的龙龄所覆盖 肩膀 胸口也布满了菱片 伴随着金龙王力量的不断释放 菱片开始缓缓蔓延 首先将他的脖子完全覆盖了 菱形菱片每一道棱线都微微凸起 充满质感随着身体其他地方的赤金色纹路 变得更加清晰 他的气息也变得更加沉厚 下一刻 波赛西等人的视线却被赤金色所占据 那是一双赤金色的翅膀 翅膀上没有羽毛 覆盖着的全都是菱形龙龄 和丝尘身上的菱片相比 翅膀上的菱片要大一些 但也更鲜薄一些 当这对龙翼张开的同时 翅膀足足达到了五名 这就是他的另一个武魂吗 波赛西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丝尘的变化 可为何我没有感受到魂力的波动 也没有魂环出现 这似乎是一种气血之力 正在为丝尘进行增幅的凝蓉龙 只觉得很轻松 他甚至觉得哪怕不用给丝尘辅助 丝尘也能靠自己的力量 拔出海神三叉戟 眼看着长柄在丝尘的努力下 正在缓缓上升 唐尘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 从武魂上看 丝尘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是六亿天使一脉 这让他心里好受了很多 不过千导流的运气还真是好 情场失忆算什么 虽然不是轻生的 但子孙后代有出息比什么都强 渐渐的 丝尘看到了长柄 与海神三叉戟的几手连接的位置 那是一个个圆环模样的连接 紧密地扣在一起 越靠近几手 就越粗大随着连接处离地而起 呈现为三角形的几手边缘出现了 两边各有一个月牙形的纹路 从这个位置就能看出 几手很大 而越向上拔 丝尘就感觉到自己手中的长柄越沉重 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海神三叉戟正在渐渐地上升 从那三角形的边缘 向两侧各自延伸出宽约三寸 棱角分明的厚重几手底部 真正的几手部分开始出土了 海神三叉戟自然是三分几刃 左右两侧的相对较细 而中央的却格外宽大 感觉上就像是一柄剑 在那中央宽大的几刃 与下方连接处中心位置 有一个很大的菱形孔洞 令三叉戟整体看上去 像是缺了点什么 到了这个位置 棘手已经被拔出了三分之一 而这个时候 海神三叉戟的长柄上的纹路 已经全部被唤醒 虽然光芒并不强烈 但那金色的纹理 却要比先前通体有黑的样子绚丽得多 而随着海神三叉戟 被丝尘慢慢地拔起 金色纹路依旧在蔓延 棘手下方的两半月牙形纹路 已是光芒大放 感觉上 金光犹如火山爆发一般 从海神台正中的地面上绽放出来 照耀的丝尘整个人 都渲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司尘感觉到海神三叉戟的重量 在拔出的过程中不断增加 不过这时候 他仍留有余力 伴随着一阵嘹亮的龙吟声 司尘的额头上 出现了两只龙角的虚影 象征着海神神拳的三叉戟 也终于再次松动 缓缓地脱离地面 海神三叉戟 那宛如常见一般的主任 在两侧分韧地陪伴下 缓缓上提 金龙王的力量渲染而下 似乎洗掉了上面的黑色与尘埃 如水般荡漾的金光 是那样的夺目刺眼 龙吟般的颤声 不断从三叉戟上迸发而出 刺耳的摩擦声 随着无比澎湃的能量爆发而出 几乎在一瞬间 席卷整座海神殿 原本漆黑的大殿 似乎被那金光点燃了一般 不论是地面还是垫顶 不论是墙壁 还是守护着海神台的 另外七座平台 在这一刻 都被一层金色的摩纹所洗礼 原本看上去古朴的大殿 在这一刻 竟然完全被金色所渲染 庞大的金光 令这里变得是那样的奢华 一股前所未有的神圣气息 就从海神三叉戟的位置迸发出来 画位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 直冲垫顶 海神台剧烈地颤抖起来 同时颤抖的还有海神殿 乃至于整座海神山 天空中此时已是乌云密布 令整座海神岛的光线 都变得暗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海神殿却亮了起来 灰红的圣殿 迸发出强烈的金光 光明穿破黑暗 照亮了海神山 也似乎照亮了整片海神岛 粗大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 直刺乌云 中文字牧场